习近平同志就任国家主席后 在2014年元旦首次向全国人民发表新年贺词 我们将在改革的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 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 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 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 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此时这位坚定的新时代改革引领者 正在为中国开启一场波澜壮阔 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 2012年12月 习近平总书记国内考察的第一站 就选择了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广东 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 我们今后仍然要走这条 正确的道路 复国之路 复民之路 此行 他向全党全国发出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的动员令 回京20天 中国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 那一年正在清华大学学习的习近平 到安徽楚州实地调研包产道户 当时来我记的一本笔记 我还在收藏着呢 印象很深刻 因为这是我改革开放以后 接触农村的 可以说是改革的第一课 上世纪八十年代 习近平在正定任职时 立主包产道户 正定因此成为河北省 第一批包产道户试点县 一路走来 习近平始终坚守 敢想敢干 不没守成规的改革初心 2012年 当习近平接过历史接力棒时 中国正站在 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 这是因为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格外艰巨 都是南肯的硬骨头 这个时期就要一鼓作气 瞻前顾后 为习不前 不仅不能前进 而且可能前功尽弃 11月12号 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出动这样的改革 我们必须啊 能够集中我们的力量 所以成立了一个改革领导小组 由我担任组长 我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统筹规划 推动落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了70多次 中央深改领导小组 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 重大改革方案的每一稿 他都认真审阅 逐字逐句 亲笔修改 参与平下决心 很多重大改革是难以出来的 我们要秉持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 拓展务实合作空间 助力经济复苏 民生改善 他结合地方考察调研 围绕国家重大区域战略 主持召开多场座谈会 彰显一张蓝图 会到底的战略定律 彰显改革开放 不断深化的起来 灰红壮丽的民生答卷 我们要坚定不移 推进中国的现代化 完整 整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新片 当习近平总书记 引领中国奋勇攀登复兴之边 新时代改革开放 即将开启一场新的远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